世界上最容易操作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萱萱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自行车 因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正常的群体都能骑行 但是如今萱萱再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 因为老外发明了一款世界上最难骑的自行车 它究竟难在哪里呢 其实这辆自行车和普通的自行车 在外形上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 它最大的改装就是在车把 普通的自行车 我们在控制车把手的时候 你往哪边打 车头就会顺着哪个方向 但是这位牛人 他在车把的位置安装了一个双齿轮 当你把车把向左打的时候 车轮就会向右 当你把车把向右打的时候 车轮就会向左 然而我们的大脑和肢体总是一致的 因此几乎都没有人能够骑好这辆车 那么它究竟有多难呢 这么说吧 曾经有人把这辆车搬到舞台上 并提出奖励 如果能骑10米 就奖励你200美元 其中有大也不服 想要挑战 我试试 但现实总是啪啪的打脸 据说 唯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设计师了 不过在后来的一次街头挑战实验中 一位小伙 终于起到了终点 怎样 这样的自行车 你服吗 不服的话 就来挑战吧 好了 本期的一轩科技